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时报,我是芝芝 汉代是瓷器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 主要是各种饮食器、储藏器等容器 也包括了其他的生活用具 以及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名器 因为年代和地区的差异 器物的种类、形态、制法、文式及烧成温度都有所不同 大体上可分为灰桃、硬桃、幼桃和青瓷四大类 通州区、陆城镇、彭湖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地区第04地块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区域的北部 距离2016年新发现的路线故城遗址约850米 目前正在开展全面考古、勘查、发掘工作 该项目用地面积约63万平方米 已完成考古勘探32万平方米 探明各类古代遗迹370处 其中汉代至明清墓葬338座 汉代窑址32座 在发掘完成的窑址中 一座汉代马蹄形窑址显得尤为独特 在窑式清理过程中 发现窑床有大量的烧制完成并摆放整齐的青砖 上下两层交叉摆放 为了更好的烧制 每一块青砖间都有一定的空隙 青砖的规格与窑址周边 多做汉代墓葬用砖规格一致 因此可以初步推断 该做窑址 因为周边修建墓葬提供用砖的烧砖陶窑 半岛验式马蹄形窑址 是北京地区汉代烧砖用的常见窑址形制 这类窑址的窑门一般高度较低 不大适合人的进出 装窑和取出产品似乎另有地方 极有可能就在窑式的顶部 在装坯和取出成品时 只需将顶部打开 用泥封顶 非常的简便 北京地区汉代发现数量较多 但在窑址内发现大量烧制完成 且摆放整齐的青砖较为少见 该做窑址的发现 可以很直观地展现 汉代时期砖窑的形制 烧制手法及烧砖用途 证明了汉代砖式墓葬 与窑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也为通州汉代路线 故城的相关研究 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 河北安平马文化历史悠久 渊远流强 由中国马文化博物馆 安平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木马庄园中国马文化艺术展 恒水安平 展出关于马文化的展品 书画作品共计600余件 第一部分为 中国马文化博物馆展区 设置了马文化 马历史 马品种 以及安平县 汉王墓壁画 圣姑传说等图文展板 以及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西汉早期留金马 东汉 陶砖等展品60余件 第二部分为 书法作品展区 展出与关于马的诗词 乘语为主要内容的书法作品 30余幅 第三部分为 恒水内画展区 主要展示以马为题材的内画作品 涉及鼻炎湖 瓶笼 水晶球 鼻筒等100余件 第四部分为年画 剪纸展区 展示以马为主题的年画和剪纸作品 共计15幅 第五部分为 安平县 中伟私网展区 将复原的明朝马尾罗编织场景 及相关综维、私网、产品进行展示 第六部分为安平县赛马产业发展前景 内容包括了国家关于开展马术运动的相关政策 马术运动介绍安平发展赛马产业的优势条件 安平县马术特色小镇规划 第七部分则为绘画作品展区 集中展出了恒水中国书画博物馆精选的 历代关于马的绘画作品《一百余幅》 董仲书 西汉时期最著名的春秋公洋学大师 生于西元前179年 西汉广川人 他死后得到了汉武帝的眷顾 被辞葬于长安下马林 董仲书是汉代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 政治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文经学大师 汉代学术思想有三种主流 一个是汉代初期黄老思想兴盛 二是儒学阴阳五行化 三是西汉初中西以经文经学为胜 这是因为董仲书在汉武帝奠定了汉代儒学的基础 加上汉武帝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成为了汉代主流政治的文化 董仲书的思想 主要建于他所著作的春秋繁禄 繁禄代表连贯现象 春秋为事情命名等各样的解说 这本书可以视为先秦时期 公养学派的延伸 董仲书在汉景帝时 事官 任博士 讲授公养春秋 汉武帝元光元年 大概是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 董仲书就建基于著名的举贤梁对策的系统 再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 和诸不在六亿之科 孔子之术者 揭决其道 勿使并进 推明孔氏 益处百家的主张 均被五帝所采纳 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正统思想 这一个举动影响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 董仲书的学问主张 是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 掺杂了阴阳五行说 把神权 君权 父权 夫权 贯穿在一起 形成一个地质神学体系 董仲书还提出了天人感应 三纲五常等重要的儒家理论 其后 董仲书担任江都翼王刘飞的国相 达十年之久 后来在元书四年 大约是公元前一百二十五年 他改为担任江西王刘端的国相 四年后辞职回家 开始著书写作 这件事情以后 朝廷每当有大事要商议 皇帝也会立即下令 使者和廷尉前往董家问他的建议 明显的董仲书就算离开了皇朝 仍然受到汉武帝的尊重 董仲书一生历经四朝 度过了西汉王朝的即盛时期 西元前一百零四年 董仲书病故 享年约七十五岁 董仲书的天人感应 继承了前人对于天命的概念 认为天有主宰的力量 这一套天的概念 从意识上来说 是源自古代宗教迷信的 天跟周代开始人格化的天 同时又吸收了儒家子私 孟子学派的道德天观点 也掺杂了墨家天智的思想 和战国末年周演的阴阳五行说 而董仲书的天是比较人格化 还充满了神秘性 这可以视为董仲书 为君权神兽的政治思维 做一个支撑的理由 为其实行性做铺垫 董仲书非常强调尊天 他认为天有主宰万物的力量 根据《春秋繁路顺命》一篇 天者万物之主 万物非天不分 在《春秋繁路交语》又说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董仲书认为 天是有意志又能赏罚的上天 主宰着自然与社会 董仲书认为 天与人都是意识和情感的 是能够关心政治发展的 他认为天有喜怒之气 哀乐之心 与淫相复 以泪今知 天人一也 董仲书认为 天的根本特性是德 以德为本 而归宗于人 故他认为 人之美本于天 天人也 对于天有主宰的能力 董仲书要加上阴阳五行的学说 认为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 而天是拥有君权的神圣 他说 天者受命于天 诸侯受命于天子 子受命于父 妻受命于夫 诸所受命者 其尊皆于天 社会上每一个阶级 他们的能量都是受命于天的 一切运作和活动 都是按照天命来执行 因为皇帝就是贯彻天的旨意 根据天的法则 来规范人的行动 所以臣民绝对不能违抗命令 以下犯上 否则就是逆天而行 虽然董仲书主张人民 应该顺应天子不得违抗 但是同时 董仲书又提出 皇帝也会遭到浅告 也会得到祥瑞的赏赐 皇帝也同样会受到天的赏罚 董仲书认为 地上的各种古怪灾疫 都是上天想惩罚皇帝的信息 他说 灾者天之浅野 义者天之赶野 浅之而不知 乃为之所微 董仲书认为 皇帝如果接到警告 也得改弦更张 以符合天意 相反 如果皇帝立功 也会得到祥瑞 例如和节双会 凤凰麒麟等奖励 以示对君主的赞许 董仲书的主张 是希望人民能够顺从君主 也借天的威名 限制君权 他的主张 比起汉初的无为而至 来得入世 比起用道家观念 提高儒术的地位 更是便于管制 好了 今天节目先到这里 下一期 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我 просô 再一考虑